嗨,我是你们的实用博主,老刘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 很多小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快搬家了 所以在搬家之前呢 我想送给你们一些我闲置的单品 就是有衣服还有鞋子 首先第一组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连衣裙 还有这两件 一个是风衣,一个是衬衣 这个你们应该在我的连衣裙合集里面都见过了吧 但是这个我真的一次都没有穿出去过 就是拍视频的时候穿了那么两次 给大家看一下全身 就是还是非常温柔,非常小清新的一个 而且做工也蛮好的 就是黑哥他们家的一个连衣裙 如果你的体型跟我比较像的话 可以参加一下 然后我再跟你们试一下别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风衣 这个风衣的长度呢是到膝盖下面一点点的围住 我觉得也不算特别长的那种风衣吧 它后面还有一个腰带 后面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还有一点那种灯笼秀的设计 穿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把腰带系到前面都可以 秋天马上就可以穿到的外套 这个我印象中也没有穿出去过 好像衬衣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衬衣呢从版型上来说就是比较宽松比较肥大的这种 这个衬衣呢是ZARA的一件 这是我当时在寂寞折扣打折的时候买的 然后买了之后发现有一个时尚博主也有一个同款 就比较有骨着感的一个衬衣吧 在下面搭配一个黑色的裤子或者牛仔裤我觉得都是挺好搭配的还 然后冬天里面可以穿那种黑色的高领衫 跟它做叠穿 这个也是我就之前拍视频的时候穿了一下 然后平时一次都没有穿出门过的一件 第一组就是这三件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 第二组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个T恤 加一个衬衣还有一个半裙 这个T恤呢也是ZARA 然后这件真的连吊牌都没有摘 他讲的吊牌还在后面 因为这件T恤当时我挺喜欢的 我就买了两件一模一样 所以这件我压根都没穿过 给你们看一下它是这样的 它中间这有一个缝就设计还蛮特别的 而且袖子也属于这种中袖的 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 你可以再往里面叠穿一些打底衫之类的 应该会比较好看 尤其是脖子比较长的女生 还可以搭配这种项链 就比较街头的感觉的一件吧 然后它这个T恤下面还有这种 比较厚的一个包边 就是比较宽松的这种 我觉得做工跟质量都还挺不错的 穿上也特别的舒服 然后就是这个衬衣 这个衬衣呢是这个果壳宇宙家的 我觉得这两件搭在一起穿也可以 颜色上还蛮搭的 这个衬衣也是非常宽松款的这种 就可以玩起来一个袖子 袖子非常的长 袖子很长 后背是这样 背面比较长 整个来说就是比较宽松 比较休闲的这种风格 这也是没怎么穿过 而且都没有细过 还有一个半裙就不给你们试了吧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今年年后给大家推荐的初春的单品 对然后这个半裙长度也还蛮长的 这边有一个绑截的这么一个设计 它里面就是两片式的 穿上不显胯 就是还挺显瘦的一个半裙 尤其是就是搭配风衣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半裙还是挺好看的 第三组呢是两双鞋子 就是这两双 就是鞋子的话 我还是需要抽给一个能穿的人吧 所以我的脚呢是38到38半的 跟我脚一样大的朋友 可以去试一下 一双是这样子的鞋 就一个切尔西的鞋子 就要成熟一点吧 就是适合上班族穿的一个鞋子 这个鞋子我穿出去过一次 所以它前面会有一点点这个折痕底儿 都还是比较新的 没有任何的模子 所以就是只穿出去过一次的一个鞋 这个鞋也是里外全皮的 还有一双是完全没穿过的 是一双这样子的马丁靴 完全没穿过 就是全新的一双鞋 这个鞋也是皮的 但是这个鞋我先说一下 它穿上可能不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它这个皮质是偏硬的 它整个鞋是非常有形的那种 据说是它跟第二马丁靴是同一个版型的 这个是之前想找我做推广的一个店 送给我的鞋 但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鞋穿上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就没有记忆了 就这样一双红色的 里面比较适合穿一些厚一点那种高铜袜 正好秋冬的时候穿它还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光脚穿 或者穿袜子比较薄的话 可能会觉得里面比较硬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质感非常的好 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试穿一下 这双鞋子穿上还是很舒服的 秋冬季节正好可以穿的 你们就凑合着看一下吧 那一只我就不穿了 穿这个鞋太费劲了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走着感觉也还行 就是穿的时候比较费劲 别的组好像都是三个单品 这一组只有两个单品有点少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包也一起送出去吧 这个我也没有背过 买回来之后一次都没背过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腋下包 然后皮质什么的都还挺软的 然后第三组就是这三件 OK 你们知道要去哪里参加吗 给你们一点提示 看我脖子里带的这是个啥 对 你们去那个地方转发就可以 我再说一下哦 我还是希望能把它们送给 就是真正能穿到 能把它们利用起来的朋友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或者你建议这些单品上二手的话 就不要参加了 我现在要去一趟工作室 先租了一个地方 看看要怎么布置一下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笔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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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